准备持外国人登陆证出入境韩国 这些问题需要注意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冰天小花 今天的一分钟移民管理小知识来啦 据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官方网站 11月16日的消息 近期陆续有多名中国公民持外国人登陆证入境韩国时 应事先未办理再入境许可或未持健康诊断书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证明 导致被拒绝入境最终只能遣返回国 根据韩国法务部公告 自今年6月1日起 外国人持登陆证出境前应提前办妥再入境许可 否则再入境时 外国人登陆证将失效 需重新办理签证 并且持再入境许可入境韩国时 需同时出示医疗机构48小时内开具的健康诊断书 或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小花提醒韩国施行网上办理再入境许可制度 想要去韩国的小伙伴们 至少提前4个工作日通过以下网站申办 并且持再入境许可入境韩国时 一定要同时出示医疗机构48小时内 出具的健康诊断书才可以 全球疫情仍在持续蔓延 建议小伙伴们尽量减少跨境移动 如果确有需要 一定要事先详细阅知相关信息 提前做好准备 好了 今天的一分钟移民管理小知识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想要了解更多出境政策和移民管理小知识 记得持续关注我 想要去韩国的小伙伴呢 至少提前4个工作日通过以下网站 网站 拜拜